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马迷老友好,欢迎又来到雷文的频道 希望各位未订阅雷文频道 可以免费订阅雷文YouTube频道 可以加入小弟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今次是玩沙田百祥全泥夜宴 各位要留意一下天气,会不会有雨 还有看看跑道当日多少度 然后利放、利追 尤其是天雨对泥地有很大影响 各位去沙滩那里有少少水,变成一块 没有雨的时候,踢起上来的那些 只不像陈埃那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各位的钱包都不容易找回来 各位五门齐,跑得不漂亮 都要温馨提示一下,去到当日才去买 就是最实际的 雷文对上那天出四条片 有一场寫四只心水,四只都入了 中8千多元的四重彩 另外两条位置Q 浴城系列交到一个头马,一个第三 五门齐骑到这样,跑过第四就没办法了 即是你怎样猜都好 你都猜不到万人迷幕 只能把那条鞭是完全不打到马那里 都没办法了 希望继续有些 幸运之神的眷顾 可以和林马迷老友吹吹水 雷文每一次的赛前两天都有雷文事前Live 里面有一个陪雷文看试集的节目 有些可以和大家吹吹马经 近期都有一些马可以交到出来的 好像上次的雷文事前Live 原版就和大家说我会投注什么马 好像《进幽自在》、《飞天剑》 这些都交到成绩出来 希望继续有些傅鹿之神的帮助 今天说到第七场浴城赛马 我已经出了一条片 牵涉到呂建威今天出了三只马 都是选上次的灰马仔的禅性宝驱 这只马来香港一插新马赛的时候 已经交到一些留住来 有少少冲的能力 但到了上一季这只马 就没有了新马赛的名声相 为什么呢?因为你始终插班 你对回旧马 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给他适应 但其实他在上一季 都能够交到1win2匹 我刚才在浴城赛马跟大家说 我由他严后初出那里说起 其实他严后初出那一场 在外跌一骑回来就赢了 后来为什么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呢? 我都很细心地去看这么多条片 其实他有些跑得不好的时候 首先他有很多时候是亏捕捉 跟着报处回来就散了 其实还有一场输的 就是初跑千六米输 又是跟快报处的 就是情有可缘 那场马很多马都断的 然后他快活谷 他未跑过的千八 输五个马位 其实已经合格有余了 所以他落败了那几场 千四一场,千六一场,谷草千八一场 其实全部都是有理据去落败的 去到今季初出 今天一早就去试货泥杂 刚才在浴城赛马里说了 那场马已经发现了有天恒健的冷门 昨天八六元的赔率进入了 接着呢 这一只禅城堡区 已经五十多倍赢了马 所以有时看试杂 不要说先赢马 有些马未必需要试完杂 要买的可以省下注马 不要说太多了 上次我想和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这只马在马亚手上沿途走三叠 蝕了快步速 接着马亚又左手边又转右手边 又不断分几次匠 那只超速一上来拍住他 突然间又加速 就弹开那只幸运传奇 那只超速再追下去都追不到 大家都知道 超速这只马尼文常常选 但是呢 那天撿了个外当 超速都没什么可追不到人 这次就是追不到 这次是禅政谷区 那天叫做好彩 雷健威那只标之睿 都没放过他 他都想顶住他 顶不到他 他就先不用吃泥 跑泥地不用吃泥 很重要的 沿途走外叠 前面都没什么 哪有泥好吃 走到三叠 这只幸运传奇 也爆烂赢过金箏輝煌 那场我觉得是鬼故 金箏一号 那些都是泥地跑得好的 其实是一分十四秒 一分十四秒多 一分十四秒二 真是算快的 他走了外叠 跟快步速 唯一一个优点 就不用吃泥 但是呢 他回到马亚的左支右截之下 被超竹一迫上来 他再弹开了行运传奇 再没给超竹 是威胁到他了 今天加两磅 他的档位又有声 忘了搞小 接着加了他两磅 但是档位由外档 移到内档 你真是怕他一样东西 马亚哥哥混了内档 会不会放不出来 或者要花一番功夫 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担心 如果他放出来两叠 放到他守住好位 又不用吃泥 看他这一场走势加两磅 我觉得也有条件 要选择这只马 马亚就捧他几步 咬住步速 大家看看那些金箏輝煌 张登杰彩那些 起勢不断騎 但起勢不断騎 反而外档 反而騎下去是有少少进展的 Viu Jui 马亚哥哥 马亚哥哥 一路打下去 他到底是否知道 马亚哥哥会贏 所以那些姜绳 不想赢得太远 左边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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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这个超速已经迫上来 距离过半马位 看看这一只 这一只 又开始弹开两个马位 两个半马位 超速法力再追 也是维持两至三个马位 你找一个幸运传奇 一度 这一只马 被人迫上来 他会再变速 变速也不是问题 他前面已经亏了快步速 幸运传奇又亏快步速 他又亏快步速 但他这里明显就弹掉了 幸运传奇 至于想看那场马 究竟为何 Layman 叫大家盯着这些马 就去浴城赛马 或者Layman 之前Live 研究 这条片 就不想弄得太长 第一只挑选 除了你说 呂建威出三只 你就害怕 不如他上次也出三只 希望他也是正正气气 选了这一只 蟬盛寶区 加他两磅 当位移去五当 希望他找到位 不要吃泥 让马自己走 希望他交回那种变速力 第二只要选的马 也要选这只 幸运传奇 虽然他又不是说 若然你上一场 大家一起跑的 如果步速更慢 他回来又捱得多些 他仍然有好当 潘明辉有合格 也没理由不选 也要选这只 幸运传奇 至于再说第三只 我会选这只 满贯虹 这只满贯虹 这只满贯虹 虽然他跑1200米 但我又不觉得他跑得特别差 所以六个马位 今天找到儿子霍云星 就来骑这只满贯虹 跑他那些适合的路程 1600米 今天还要脱下眼罩 大家都看到 他有成绩 好表现的时候 都是没有眼罩 看看会不会 今天脱下眼罩 再换个儿子 再换个儿子 跟那些马可以怎么力拼 这只满贯虹 其实上一场我想和大家看 如果要看一只集 就要今晚先和大家看 他贵初那部集 太长的影片 你们都未有兴趣看 Layman这么傻才看这么久 一天看十多个小时 你看看这只满贯虹 其实他跑得差不差 我觉得他跑得一点都不差 不是他路程 扔了大外当 你看看他 不过今天很迟才换脚 这里都是出右脚 你看看那只银子 横幅的声 再踢下去 踢左脚出来了 现在都未出的 看不到 还是我记错第二条片 在这里他追上来了 我觉得他不算是跑得差的 看回上一次 我应该记错第二条片 看回上季 有一场跑1650米 跑第四 也是没有戴眼罩的 还在二班 撿过十四当 这一条才是 输给超霸神区 那你没什么说 那你这一只满贯虹 一会订了很久 又是很久 才没有转脚 转脚之后 连大道智证里面 省他这么多 他也是跑得比大道智证 好过大道智证 今天脱下眼罩 季初的货集 我认为是试得好 不过他试完出来 跑1200米 就是这些 不知道他为什么 所以今天 就选择这一只 满贯虹 至于第四只 这一只满贯虹 一早跟大家说过 他曾经在三班 跑泥地 都已经跑得好 今季初 一落来四班 就赢了两个多马位 其实他已经 三班 对着三三四四 跑第三第四 那些对手都不是差的 后面再有一场 跑1600 那些对手都好 今季 赢了一场 上回三班 但是很可惜 撿了十一档 刚才那一场 就是 禅聖宝区那一场 他扔到最外那一只 其实他有追 这只满沉泥 我觉得也行 不要说可以 可能是更适合 这次有个内档 万一沉泥也好 不沉泥也好 他也是得过 季初贏的那场 没什么濕泥 那他也贏过 上次濕泥 虧了个档 他也是肯追的 今天还是这么轻 又可守可追的 那就是 那就是 要先写一下 希望各位 要支持 全职 为大家去研究一下 赛马 做一些赛前功课 赛上的 看他们发挥 说一下 费数 赛后 最重要是做一下 研究 才知道下次那些马 值不值得再跟进 所以今天选了的马 希望各位支持 三号的禅聖寶区 加两磅 看看马亚哥哥 这次再骑得硬 不要分离 分去 看看有什么表现 只怕呂建威三个 因为他找潘顿棋标之锐 也有点害怕 第二个是 爱七号的 幸运传奇 跟全聖寶区 蝕快步速 一齐回来 他也跑得好 这次马亚哥 又是阉后初出 阉后跑得好 两个一队 一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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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满贯虹 上次跑过千二 今天除了眼罩 找回儿子 第四个 九号 上次蝕了个档位 的电碗时代 希望各位支持 Layman的频道 希望各位在马桂 都可以认人多些